即使洛基现在已经完结好几个礼拜了 我还是感受到他的鱼鹰绕两 极具代表性的原生带 鲜明的角色以及曲折离奇的故事 以及漫威到目前为止最深刻的主题和角色解构 当然还带出了复仇者联盟 下一个要面对的终极反派征服者康 如果还是一头雾水 或是想要复习一下 我现在就带你们一次看懂 如果已经看过了 不用担心这一集还有加入更多深入内容 大家好我是超力凡 感谢点进这部影片的你 祝你永远不会看到烂片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直接进入这一集 画面一开始来到2012年 复仇者联盟大战洛基之后 我们看到洛基被逮捕 即将被带回阿斯加 但是这时就进入了终局之战的剧情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复仇者联盟一群人为了逆转萨诺斯的弹指事件 回到过去暂时戒走无限宝石 但是在Tony得到空间宝石悠闲的离去时 却意外被浩克撞飞 上了靠的洛基 就趁这个机会捡起空间宝石 把自己传送离开 这非常关键 各位在看这新影集时 要无情地抛开你对于一路看到2018年的洛基的所有认知 他没有跟索尔一起阻止黑暗精灵 没有害死母亲 没有目睹自己父亲的死 没有看到阿斯加毁灭 更没有被萨诺斯折断脖子 得到英雄式的结局 这也表示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洛基的完整命运了 眼前这位洛基 还是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充满傲气和叛逆的邪神 但是 他一定得服从这个命运安排给他的称号嘛 这 就是这影集探讨的最大主题了 回到剧情 洛基把自己传送到蒙古沙漠 还来不起喘气 突然就有几个穿制服的人从传送门之中出现 表明自己是时间管理委员会的人 并说洛基打乱了神圣的时间线 因此要直接将他逮捕 这里有几件重要的事要来解释一下 如果你没有看前几个预告分析 时间管理委员会 顾名思义 这是掌管时间正常流动的组织 创办人是罗志祥 总是有人没看过前几部影片 所以总是有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 此处出现了代号B15的猎人 以及他手下的Minute Man 分装人 Minute Man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义勇军的称号 因为能够在号召的一分钟以内集结 才被这样称呼 当然用来称呼一个时间组织的干员 再适合不过 有些人一定想问 洛基拿的不是空间宝石吗 怎么会是时间犯罪呢 啊 这只是最关键的设定差异了 同学们欢迎回到漫威物理课 至尊魔法师古一有在终极之战里解释 将任何一颗无限宝石从原本的时间拿走 将会造成时间线分歧 发展出新的多重宇宙 最终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用白话文来说 洛基因为让这颗空间宝石移动到他原本不该出现的位置 等于是让原本的时间流动产生分支变得不稳定 因此此处时间管理委员也称洛基为variant 也就是变体的意思 因为那些打乱时间线的人 已经是另一个版本的自己了 一定有人想问 为什么复仇者联盟没有被逮捕 简单的回答 这是剧情需求 不是我在胡乱 这是认真的答案 按照审判官Renslayer与Mobius亲口说 复仇者联盟成员擅自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借用其他时间线的无限宝石篡改结果 都是在神圣的时间轴之中被判定 应该发生的事 由此可见TVA的原则跟Rick & Morty里面那些搞完头时间警察不一样 时间旅行不一定违法 而是取决于三位时间守护者的决定 某方面来说 这也是突破第四道抢 你就把TVA想象成漫威的高层以及编剧 应该说他们根本就是漫威的高层以及编剧 所有故事该怎么走 谁该不该死 都由这几位高层决定 还会因为未来的某个事件要发生 而限制现在的剧情该如何发展 基本上那些因为创意分歧而离开漫威的导演或创作者 就是TVA眼中的分歧者 只要不愿意接受原本正确的时间流动 都必须被消失 所以复仇者联盟实际上旅行回到过去 甚至抢走无限宝石 却没有TVA跑出来要逮捕他们 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时间守护者决定好的故事 复仇者联盟的成员本来就该抢走无限宝石 也本来就应该逆转萨诺斯的弹指行为 再者美国队长在终局之战最后也把宝石物归原住了 让时间线回到原本的样子 不过空间宝石回到1970年代神盾局基地 再过40年来到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大战 一样还是会被洛基抢走而产生时间分支 因为之前有解释 宝石离开原本应该在的位置 就会导致时间线分裂 美国队长确实有归还他们拿走的宝石 所以这是洛基的果跟复仇者联盟无关 其实真的没那么复杂 纯粹就是因为洛基做了时间守护者认定 不该做的事 不然为什么他在诸神黄昏最后拿走空间宝石 没有被逮捕 就是因为那是该发生的事 洛基原本以为自己两三下就能轻易解决那些干员 更表示今天已经很漫长了 别忘了他这时候才刚跟复仇者联盟打架 被浩克摔得颜面见尸 所以非常狼狈 殊不知他才被敲了一下 就直接被套上项圈带走 在临走之前 分钟人在地上插了一个装置 说是用来重置时间线 这就非常有趣了 因为这表示他们改正时间线的方式 不是透过物归原地 而是直接把这个分支出来的时间线给抹除 因为在后半段你也可以听到他们用修剪这个词 或是看到墙上的海报写 时常修剪的时间线才是干净的时间线 洛基被带到时间管理委员会 TVA总部 试图逃跑 但是直接被猎人用时间装置 让他回到刚刚所在位置 在空间宝石被没收之后 洛基被迫配合一连串的官僚程序 先是被拖光光 在签名确认自己一生说过的所有话 接着又必须确认自己不是机器人 留下自己的时间精气 大概就等于时间管理委员会调查犯罪用的指纹 再走到下一关 电视突然开始播放用怀旧动画制作的介绍影片 用TVA的吉祥物Miss Minutes旁败 而Miss Minutes先是讲述亘古之前 多条时间线互相争斗 直到三位时间守护者出现 统一这些时间线 将之称为再也不可任意变更的神圣时间线 三位时间守护者也创造了时间管理委员会这个组织 负责掌管那些离开自己原本时间道路的分歧者 这一段时间线战争的历史 可能是在暗示这种时间线交错的争斗会再次发生 也许会出现类似秘密战争 各个宇宙英雄反派大乱斗也说不定 这个动画解释跟梦画中的设定不太一样 在梦画中 在前一个时间轮回来到箭头时 仅存了一位时间管理委员会局长 创造三个能够掌控时间的强大存在 目的是为了让下一个时间轮回学取教训 但是这三位有极大的缺陷 反而成为时间扭曲者 不断地回到过去毁灭宇宙 在被复仇者联盟阻止之后 才又创造出真正的时间守护者 但是这些时间守护者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像是曾经因为害怕怀孕的飞红女巫 会打乱时间流动 而雇佣的时间旅行大反派 征服者康的其中一个分身 永生者Immortus 试图杀害Wanda MissMinutes继续解释分歧者 破坏时间流动的行为 称为Nexus汇流事件 你要不要猜猜Nexus这个字 还有在哪一个漫威影集里出现 没有错 这是Wanda幻视 其中一集假广告里的药品名称 就是Nexus 这极为重要 因为Nexus在梦画之中 就是各个现实的汇流点 而那些足以改变现实 打乱时间的强大存在 也被称为Nexus Beings 汇流者 Jean Grey奥丁 以及飞红女巫 都是这些汇流者 这些汇流者也因此 被TVA严密的监管 照这个影集最后的发展来看 绝对是会连接到 跟多重现实有关的 奇异博士2了 在片头曲之后 我们来到16世纪的法国 影片已经10分钟了 才刚过片头曲 我真的会死 TVA的猎人 以及干员Mobius 正在调查一场神秘的谋杀 另外一个TVA小队 在执行任务时 惨死 在对话中 我们得知这桩凶案手法 跟他们一直在追查的 神秘凶手一模一样 此时一个小孩突然闯了进来 Mobius友善地问他是谁 干了如此惨无人道的勾当 小孩指了指彩绘玻璃上的 恶魔 我是说恶魔 但你不能怪我联想到 那个人身上嘛 你看那造型那么像 不过更怪的是 小孩露出笑容时 看到他正在嚼中世纪 法国不可能有的蓝色口香糖 显然是那个恶魔给的礼物 至于这个恶魔到底是谁 你看到最后就会知道了 其中一个猎人拿起一个装置 说这个时间分支 快要接近红线了 这个红线也就是无法回复点 在时间线发展超过这条红线之后 TVA也无力回天 此时另外一个官员从传送门走出来 拿了洛基档案说 Mobius会有兴趣 上面有个非常关键的资讯 性别流动 这不是什么政治正确 这个设定可说是洛基这个角色 以及神话的关键要素 他能够任意变形 当然不会将自己认定为什么二元性别 不只是性别认同 他的对象也不仅限于人类 Google一下洛基小孩你就知道了 但是更让我感兴趣的是 这个影集与我刚刚谈到小说的相似之处 其中有某个地球人问洛基 认为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轻松地回答 我都可以 当然恶作剧之神 混沌之神 怎么会被如此世俗的问题给限制 他后来也跟问这个问题的男性角色 发展出恋情 更是在听到他因为性倾向而被找麻烦后 有这么一段描述 洛基知道因为自己一出生就得到的本质 而被排斥被弃至一旁是什么感觉 这种想要在让你之所以为你的特质之中 找到力量的感觉 尽管全世界都告诉你要隐藏这样的特质 这种冲突感直到朝你迎面而来时 你才能真正理解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个题外话 但是我认为这是理解洛基这个角色 以及这个影集的大关键 洛基之所以为洛基 是因为所有人都想要把他挤进一个魔子 他是一个魔法师 大家却想要他像哥哥索尔一样成为战士 他善于言辞以及穿针引线 大家却要他像哥哥索尔一样 有仰刚强硬的态度 既然没有人愿意公平对待他 他自然不愿意遵守规则 才会是人称的混沌之神 再回到影集 洛基被带到法官面前 这个法官是Renslayer 在漫画中曾经是征服者康的情人 也更进一步暗示这影集未来跟康的关系 洛基被称为Loki Lophason 因为他真正的身份是冰霜巨人Lophie的儿子 而不是奥丁的儿子 所以才不会跟索尔一样姓Odenson 在法庭的壁画上还可以看到Stanley R.A.P. 洛基仍然维持桀不寻的态度 说复仇者联盟才是真正的时间破坏者 此时法官回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复仇者联盟做的事本来就应该发生 但是你逃走就不是了 这一句话正式带出了这影集的最大主题 命定VS自由意志 在漫威宇宙中 时间守护者看似决定一切的正规性 任何脱离正规之路的人都是犯罪 发生的事就是发生了 会发生的事就是会发生 这点等一下还会有更深入的探讨 就在洛基要被带走时 莫比斯突然出面说要跟他聊几句 这时我们也终于看到TVA的全貌 各种介于复古和未来之间的建筑 存在于一片空虚之中 应该这是漫画中存在于时间之外的 NOTIME ZONE 直翻这是无时间领域 这时洛基还烦躁地表示 这简直是个噩梦 莫比斯则说那是另外一个部门 噩梦让人联想到漫威另外一个大反派梦魇 梦见空间的领主 而据说他会是奇异博士2的反派该婆 到了审问室之后 莫比斯开始询问洛基内心深处的真实欲望是什么 2012年的洛基当然还是想要成王 成为宇宙一切的王 还记得洛基在复仇者雷盟之中 对着下跪的民众说 他们其实非常想要被统治 自由只会带来无法满足的渴望 以及无尽的痛苦 在这里更是强调选择对于多数人来说 只会带来不确定以及悔恨 洛基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扭曲的观点 这就又要看回我提过的那本小说了 小说中最大的主题或许就是选择 洛基最常狡辩 我毫无选择 也最常听到一切都是选择 自己没有选择权而被迫行动时 总是成为戴罪羔羊 但是在他做主行事时 又带来更多伤害 他想要尽力成为一个值得付亲骄傲的王子 奥丁也不断提醒他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是讽刺的是 他却不断被挤进框架之中 不断被别人提醒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相较于闪闪发光的索尔 他只不过是洛基 头发散乱 皮肤苍白 身形瘦弱的洛基 对于洛基来说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幻想 因为在他的人生中 没有一件事是能够脱离他人给予的定位的 每次他试图做出自己的选择时 总是会被推回原地 甚至碰撞的浑身是伤 因此他只能同样夺走其他人的自由意志 才能合理化自己多年以来受到的压抑 洛基自以为看破了世间的谎言 他自以为对一切反其道而行 就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选择 你才说人生有三阶段 骆驼就是依照其他人说的话来显示 狮子就是认知到自己总是被其他人指使 而拒绝一切 孩子才是真正看到自己有什么选择 此刻的洛基只能说是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弩性 处于狮子的阶段 以为拒绝一切就等于是做出选择 这时Mobius开启一个投影器 开始回顾洛基的人生 其中一段洛基结姬拿到一大笔前后跳伞 我们这才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鼎鼎大名的DB Cooper DB Cooper可说是美国史上最出名的悬案之一 他在搭飞机时 写纸条向空服员说自己带着炸弹 索取20万美金陷阱以及4个降落伞 飞机在降落之后 他们确实拿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 在重新起飞一段时间之后 DB Cooper却透过打开的降落架 跳伞消失无踪 警方无论如何都搜寻不到他的踪影 只找到几张散落的钞票 直到现在都还偶尔会被讨论 回归重点 Mobius不仅让洛基看到自己的过去 更揭露他在未来会做出的行为 包含他在索尔2中如何害死自己的母亲 十足显现洛基面对自己的虚伪 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让他离在乎的人越来越远 但是他完全不愿意思考其他的路途 因为他只想证明自己是少数真正能够做出选择的人 殊不知这才正好落入时间守护者的命运囚劳之中 不断挑战打击洛基过去给自己建立的想法 最后说出了一句残酷的话 这句话不仅是对洛基这一个人的结构 更是对于全体反派角色的结构 一切故事中的反派 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 命运也就是决定一切的作者 分配给他们的职位 就仅是如此一个反派 尽管有多少才华、魅力、野心甚至令人同情的动机 身为反派他们必定会失败 因为这样才能映招出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特质 就像猎鹰与酷寒战士的Carly 明明有一个很合情合理的动机与策略 却因为他必须要符合一个反派的规则 而无缘无故选择炸死无辜的人 而这些反派的动机即使合理 在自己眼中也许是主角 但在作者眼中却不是 因此永远无法脱身 虽然这影集并没有直接打破第四道墙 但是洛基与Mobius的对话 已经在解构故事本质的命定论 洛基的本质并不是一个恶棍 但是这些故事必须要他成为恶棍 只有再度紧密连接到我刚刚说的小说 奥丁在能够遇见未来的镜子之中 看到洛基将会带着活死人进攻阿斯加 带来诸神黄魂 而整个故事发展 就是洛基试图逃脱这样的命运 却一再被狠狠压回去 之后洛基被奥丁派到地球执行任务 迎接他的地球人说 你就是洛基 恶作剧黑暗以及一切邪恶之主嘛 因为在神话中 洛基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反派了 他的任何选择 只会被用负面眼光审视 更令人鲜碎的一段 则是他在人类朋友家中 找到一本北欧神话书籍的时候 翻到了描述自己的一段 虚荣肤浅 爱操弄 残酷的劣食者 谎言之父 偷拐抢骗 杀人犯 恶棍 如果你的故事已经被决定好了 你还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吗 作为奥丁之子索尔之地 他能够感受到认同 能够成为所谓的英雄 但是也必须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 而作为老妃之子 一个反派 虽然能够让他得到自己渴求的注意力 但是他内心深知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更讽刺的是 他在来到TVA之后才发现 即使是这种表面上追求自我的展现 都只不过是命运残酷玩笑的一部分 无论洛基做何选择 他都无法真正找到自己的身份 只能困在悲剧性的两难之中 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喜欢这个解析 记得按一下喜欢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 回到剧情上 洛基趁Mobius被叫走的时候 拿走时间项圈的控制器 溜到办公室 威胁其中一名公务员把空间宝石还给他 只有才发现抽屉里装满了无限宝石 就像失误招领一般放在那边 显然TVA跟复仇者联盟不一样 他们逮捕到偷走无限宝石的人之后 不需要把无限宝石还回原地 只要把延伸出来的时间分支抹除掉就好 才会有这么多颗宝石放在这里 如此强大的力量 令整个宇宙垂涎的无限宝石 竟然在这里只配当指振 在时间的洪流之下 我们不过是小小一点 即使是洛基这种能活上千年的神 在如此无可抗拒的存在之下 都只是一瞬的顾客 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短暂 选择才会具有重量 看着抽屉里众多宝石 洛基终于开始意会到这一点 洛基默默返回视听教室 继续播放着自己的人生 看着自己一生的壮志如何终结 看到我们这些观众多年来 所看到的一些最重要时刻 我就不用言语形容了 自己体会 但是此处还有一个有趣 甚至可以说奇怪的细节 在洛基放完影片之后 胶卷最后写着ETH616 应该就是在指616号地球 但是616号地球设定是漫威漫画的宇宙 电影宇宙应该是1999号 这就有趣了 难道漫画跟电影宇宙都是同一个 只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吗 就在洛基被自己命运弄得哭笑不得时 逼15猎人走了进来 洛基这次两三下就反制了他 把时间项圈套到他身上 把他传送走 by the way 这配乐也太像天能了吧 项刀根本是刻意想被人注意到 洛基也不打算逃跑 丧气的一屁股坐了下来 问着刚走进来的Mobius说 我不能回去原本的时间线了 对吧 也许这就是Mobius的计划让洛基看到自己的未来 看穿自己内心的薄弱 因此不敢回到自己原本的时间线 留下来帮他们收拾烂摊子 在这一阵打击之后 洛基才终于摘下自己的面具 承认了他并不想受伤害人 这一切只是他营造出来的幻想 用来掩饰自己害怕软弱的内心 这深处洛基根本只是想寻求众人的注意 寻求爱而已 我们不都是吗 无论做出什么选择 似乎绝大多数时候都受到命运的捉弄 好似我们一开始就被命定要走上某条道路 从一开始就被定义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仿佛一旦偏离这条道路就会遇上灾难 虽然洛基说的选择只会带来更多愧疚与羞辱 乍听之下愤世嫉俗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就是现实 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 于是就归咎于命运 自由意志会受到怀疑 就是因为我们先否定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当自己的选择引领到失败之时 人们只能够怪罪一个看似无法控制的外在事物 来免于面对这失败导致的恐慌 如果一切都是命定的 那为何不双手一摊 什么都不做就好了 不 如果你选择什么都不做 那也就代表你的命运仅止如此 即使知道自己的命运 还是得执行这个命运 即使知道自己是个反派 并不代表必须坐在角落自怨自艾 于是洛基再度起身 试图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次要面对的是他自己 没有错我们最终才从Mobius口中得知 让TVA头痛的超时空杀人凶手 就是另外一个洛基事件分身 画面来到19世纪的奥克拉荷马州 这个地点选择蛮有趣的 因为在漫画里《诸神黄昏》发生之后 索尔就是选择在奥克拉荷马建立新阿斯加 TVA的分钟人来到此处 只见到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影 神秘客直接点火将他们活活烧死 把时间轴重置器拿走 这当然就是由Sofia DiMartino饰演的女版洛基 光从第一集的成果 漫威再一次证明了 他们愿意在影集中探究那些 在电影里主要负责衬托别人的旅业 而这些刻画有时候甚至还更为深刻 也实际展现洛基会如此受人喜爱 并不是因为他表面上多有魅力 而是他不断试图在命运洪流之中 立中上游的企图行 他说得没错 太阳总有一天会再度照耀在他身上 套一句小说之中的台词 你已经是每个人故事之中的反派了 为什么不开始认真扮演你的角色呢 来到第二集 随之轻快的音乐 我们来到1985年某个文艺复兴博览会 时间管理委员会 TVA来到现场调查实践分支 但是走到帐篷里却被神秘人物袭击 队长在被附身之后攻击自己的同伴 最终直接被绑架走 有看上一集的人就会知道 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洛基的另外一个更危险的变体 提外话各位拍片的是时候该淘汰 holding out for a hero这首歌了吧 拜托所有人都已经听到烂了 回到TVA转步 洛基百无聊赖的接受机箱物时间小姐的基本知识训练 不过更有趣的是电脑上的文字 仔细一看会发现是考试题目 来同学们 我们现在就看你对时间理解多少 萨诺斯有两颗苹果 他吃掉了之后还是觉得很饿 于是回到20分钟前重新把苹果吃掉一次 这样萨诺斯原本时间线吃的苹果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选项 A.不对 因为时间是随时在发生的 B.这个问题不重要 因为一个时间分支不会牵连到另外一个时间分支 C.萨诺斯在这之前就会肚子饿了 依据祖父辈论 一个物质被改变之前就会先解释这个改变了 好 大家交换改考卷要公布答案了 明显是B 因为根据漫威的时间旅行逻辑 回到过去改变事物 不会改变到原本的现实 做出了改变只会造成时间线分裂 也就是产生多重宇宙的一个分支时间轴 因此祖父辈论在这里也不会是问题 你如果回到过去杀死祖父 并不会导致现在的你消失 因为你只是多产生出了一个你的祖父因年造势 你自己不存在的宇宙分支而已 你在自己原本那条时间线还是完好无缺 这也是为什么TVA会一直用修剪这个词 对他们来说只有一条神圣的时间线是正确的 只要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 都等于产生出违法的时间分支要彻底被删除 接着Mobius带洛基前往刚刚发生攻击的现场 协助调查 出发前一行人集合作简报 Mobius向其他人展示他们追捕过的洛基变体 可以看到维持冰霜巨人外表的洛基 记得他其实是被奥丁领养的冰霜巨人 还可以看到自行车选手洛基 球衣上写着洛基队以及洛基头盔的标志 看来不管哪个宇宙的洛基都很自恋 另外还有头上长了羊角的洛基 似乎是邪教领袖的洛基 还有围巾人洛基等等 也许我们在之后还会有机会看到这些变体出现 毕竟已经在预告片里面看到总统洛基了 到现场之后洛基又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TVA不到早一点的时间点提前埋伏 把造成时间线分支的犯人逮捕 当然根据刚刚有提到的漫威时间旅行逻辑 即使你回到更早的时间点 并不能改变结果 只会造成更多时间分支 而且一旦时间分支出现 TVA就进入了倒数计时的状态 因为时间分支会不断发展 超过红区之后就无法重置或是回头了 所以TVA必须在分支出现之后来到现场处理 才不会造成更多麻烦 这也对应到我在上一集的疑问解答影片里面谈到的 为什么TVA不用更厉害的武器 因为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影响范围限制在变体身上 其他的应对方式可能会波及到附近的人事物 造成不稳定 回到故事 进入了发生事件的帐篷之后 洛基开始分析变体的心境 书变体会认为洛基本体会跟他联手推翻TVA 但是洛基自己现在已经有新的目标了 成为时间线忠诚的普通 当然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只是一堆屁话 洛基只是在拖延时间 不过TVA并没有被他所骗 在时间分支超过红线之前 就阻止他继续鬼扯 还是重置了时间线 回到总部 法官跟洛基谈论这次行动的失败 法官表示洛基非常危险 如果他再一次这样玩弄TVA的话 就要洛基自己看着办 但是洛基反驳也许洛基是可能改变的 法官马上回应 当一个骗人的恶棍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线里的位置 这又带回了上一集的主题 自由意志存在吗 当然以现实世界的角度来看 许多人相信或是宁愿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命运的主宰 但是你有多少次觉得自己的故事已经被写好了 有多少次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尝试 就是无法脱离自己既定的角色 当然对于这些虚构角色来说更是如此 像洛基这样被定型的反派 真的有改变机会吗 Mobius问的洛基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 反映了索尔在《诸神黄昏》之中说 你已经变得很好预测了 人生就是不断成长改变 但是你似乎只想在原地踏步 现在来到了TVA这个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外的地方 一个脱离决定好的故事的神奇空间 洛基等于是第一次真正得到了改写自己故事的机会 而上一集影片之中有提到 TVA这群人就等同是漫威高层 决定好这宇宙的故事怎么走 某方面来说 这影集在没有打破第四道墙的情况下 还是打破了第四道墙 以更为形象的角度来看 洛基现在知道自己身为一个角色的目的 而不断地试图逃脱时间守护者给他定下的命运 也就是漫威编剧 这其中就产生了非常微妙的讽刺 观众看着洛基挣扎试图寻求自由意志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并没有自由意志 因为他终究是个被编剧写出来的角色 不过在命定的框架之中 创造自由不就是故事的真谛吗 出门之后 莫比亚和洛基在路上继续聊天 洛基此时还是放不下他那高人一等表面 熟餐莲花的试图继续唬烂 但是莫比亚早就看穿他了 他明知道洛基想要从内部颠覆TVA 但是还是继续让洛基搞事 因为他需要洛基才能抓到这一切的幕后真凶 他也推测洛基会留下来 还有一个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是个没安全感的小男孩 一心想要证明自己比那个神秘的变体还厉害 我们很少能够在大众娱乐作品之中 看到这样对于角色的结构 几乎是编剧自己现身解释这个角色的动机 而且不是透过诺兰那种超明显解释性对话 历史上的所有角色 无论是正派或是反派 往往都建立在一个让他们能够突破成长 或向下沉沦的谎言之上 关于这一点去看我之前做的好几部剧本研究影片 但是这影集却透过Mobius的角色 屡次戳破洛基给自己打造的一套谎言 也就是不惜代价寻求自我的强取豪夺形态 当然咱们的诡计之神可没这么容易动摇 不过这样让角色直接与角色的创作者对话 大概也只有Rick and Morty两把IQ编剧写得出来了 哦不对他们是同一个人 接着Mobius教给洛基新的功课 也就是研究那个变体过去的所有犯罪记录 看他能不能找到什么TVA没注意到的线索 这里有个小彩蛋 我们可以在旁边墙壁上看到部门编号372 TVA首次出现就是在The Mighty Thor第372集之中 在研究之中 洛基翻到了阿斯加的毁灭报告 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写着代号报仇者 也就是索尔在诸神黄昏给一行人取的团体名称 在落泪之余 他突然意会到一件惊人的事实 马上去找Mobius开始解释 所谓毁灭性事件 像是陨石降落、大海啸、诸神黄昏等重大灾难 因为不会留下存活者 当地等于是不存在了 即使世界还在运转 被毁灭的那一部分也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了 至少短期之内不会有 所以一个人在毁灭性事件发生的前一小段时间 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产生分支 因为即使影响到当地的人 即使被当地居民看到 那些人很快也会因为毁灭性事件而消逝了 自然不会有后续发展 也不会产生新的时间分支 这些毁灭性事件发生之前 就会是犯时间罪的完美时间地点 你懂吗 他们的行为不会造成蝴蝶效应 因为蝴蝶早就已经死无完尸了 意思就是说 他们一直在追查的神秘人物 这个洛基变体 就藏在历史上的毁灭性事件之中 为了测试这个理论 两人就来到了西元79年 火山爆发之前的庞贝城 洛基大拉拉走到市场正中央 直接向居民宣称自己来自未来 火山末日即将到来 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他还对着羊群大喊 因为他自己的头盔上就有脚 你知道还有谁头上有张脚吗 恶魔 提到恶魔当然就可以提到 算了 我以为这一集不会提到 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 不过在这些时空乱世的行为之下 莫比斯却没有侦测到 任何时间变异的讯号 代表洛基的理论是对的 不过洛基在此处的心境 更值得探究 他兴奋地告诉当地人 你们都要死了 呐喊一切都毫无意义 没有任何事会有后果 有些人可能会将这一段 视为厌世的虚无主义 但是他在此处会如此喜悦 是因为这些知道自己 寿命将见的人 才会终于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唯一能真正确定的事实 不就是凡人皆有一死吗 但是只是认知到这样 无可避免的死亡 才赋予人生意义 如果你知道明年 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年 你还会继续做你讨厌的 朝九晚五工作吗 你还会因为懒而推掉各种邀约 独自一人消磨时间吗 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 讽刺的是 这是因为这一点 真正追逐自己热情的人 反而越来越少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 能够寻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重点是 与其漫无目的地寻求一个 客观上的人生真理 不如在有限的时间内 说出自己的故事 这其实是个非常微妙的比喻 TVA掌控一切命运 但是这种毁灭事件 却是他们唯一的弱点 只有在一件事 确定会被完结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脱离命运之神 也就是TVA的掌控 如果你像TVA一样 超越时间 手握永恒 那你当然能够寻求 完美的结果 那神圣的时间线 但是没有人能够掌握永恒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犯错尝试 才能真正凸显 自由意志的可贵 所以洛基虽然在上一集说 自由意志只会引领到羞耻以及错误 但是他自己也渴望这样的自由 在此处的毁灭之中 他终于找到了全知全能的TVA的死角 回到故事上 因为历史上实在发生了太多毁灭性事件 洛基这个推论 也没有让他们的搜索范围缩小多少 两人默默的到餐厅休息 此时洛基仍然质疑Mobius的信念 TVA 神圣时间线 三位时间守护者 这一切听起来如此荒唐 到底怎么能够一生投注在这个工作上 不过洛基自己的故事 不也很荒唐吗 冰霜巨人 众生之父奥丁 金光闪闪的阿斯加 这一切听起来都毫无意义 对于Mobius来说 一切确实是毫无意义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在混乱之中 寻求属于自己的意义 因为我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它这是真的 这真的是蛮为影集吗 讲完自由意志存在主意 现在又带到信仰的问题 每个人选择相信的事物都有所不同 因为每个人的观点跟环境都有所不同 就如心理学格式塔的概念 所有资讯在进入一个人之后 都会经过个体感知以及经验的过滤 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察 信念并不是愚昧的相信 而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的本质 我们很常嘲笑所谓的信仰 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对于某个品牌的迷恋 毕竟这些信仰看似在某种程度上都忽略逻辑 还要接受矛盾的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不信者所要求的是一种不需要信念的信仰 这本身不就存在一种极端的矛盾吗 毕竟连无神论者也要相信这世间没有神的存在 认为一切都毫无意义的虚无主义者也必须相信这个世间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一切都可以讲求完全逻辑的话 自由意志也不存在了 正确的选择如同神圣的时间线一样 成为一个不可抗拒不可怀疑的绝对法治 所以我才会对Ion Ren认为宇宙存在绝对客观事实的客观主义这一派哲学 这没有意见 等一下点右上角去看我探讨活人生是如何呈现客观主义 也是因此洛基反驳了Mobius说他是缺乏安全感的小男孩的侮辱 表示自己知道小孩绝对不会认知到的是 好人并不总是好人 坏人也不总是坏人 因为你相信什么是真实的 他就是真实的 提到小男孩Mobius突然想起了什么 冲去这种物事 拿起了他第一集从16世纪法国小男孩身上拿走的蓝色口香糖 这个口香糖当然是那个神秘人物给的 而因为这个口香糖牌子只有在2047到2051年之间某些区域贩售 所以范围就缩小了许多 很快就揪了出来2050年美国的阿拉巴马州飓风 当地五人幸存 一行人全服武装来到了当地巨型卖场洛桑大卖场 洛桑在漫画之中原本是个能源公司 跟早期的神盾局以及救头蛇都有连结 在漫画中他们也是暗杀钢铁人父母的嫌犯之一 而在电影宇宙之中 他的创办人更是九人议会的成员之一 基本上这是光明会由最有钱有势的几个人组成 掌握世界走向 夜魔侠也在影集之中说过 洛桑从能源清洁用品到意大利面人口贩卖奴隶都有 这叫商品多元化 看来他已经多元化到可以开自己的大卖场了 但到底的意思是说Costco其实是个邪恶组织嘛 而且根据TVA的资料 很显然从2040年开始地球将面临各种大自然灾害 漫威可以不要这样吗 我只想看个影集逃离现实 不想被提醒地球正因为各个大企业贪婪而逐渐走向毁灭 Wubba lubba dub dub 到卖场之后他们分头行动 洛基跟B15猎人一起走 但是看到一个行进诡异的顾客 B15上前探查时却被一把抓住 似乎传输了某种绿色能量 那个诡异的人瞬间倒地 B15则转身用明显不是自己的语气说话 这时才知道他已经被那个神秘人物附身 随后连续附身其他卖场员工 洛基面对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终于坦诚他目前这么安分守己的真正原因 洛基才没有突然变成好人 他新的轨迹是要推翻三位时间守护者 最终统治TVA 毕竟阿斯加只是区区一个星球 微不足道 洛基找到更高大上的权利了 他向神秘人物提议合作 不过马上被拒绝 神秘人物说自己对统治TVA一点兴趣都没有 甚至认为洛基想要统治宇宙 主导命运的野心可笑至极 回到另一群人身上 Mobius的小队找到一开始被绑架的猎人 猎人惊恐地说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被迫透露找到时间守护者的方式 至于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 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在另一个被附身的平民 把洛基暴揍一顿之后 神秘人物终于亲自上阵 把兜帽揭开之后 我们终于看到了他的正面目 没有错 眼前周围是金头发的女版洛基 女洛基的造型致敬 洛基阿斯加干远这部漫画 头盔的其中一个脚一样也断了 不过我们不应该叫他女版洛基 他在前一段有透过附身说 不喜欢被称呼为洛基 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片尾名单似乎是露线了 在所有的演员名单之中 他的名字都叫变体 但是在西班牙文版本的名单之中 他的名字却是Sylvie 看来这就是他的真名了 事实上洛基在前半段档案是翻档案的时候 就有翻到他的名字 Sylvie Lauphi Dottier 也就是劳菲的女儿的意思 Sylvie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关联 在漫画之中 Sylvie Lushton是一个住在奥克拉荷马州 新阿斯加的普通女孩 有一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有了魔法能力 但是她不知道这些能力是洛基给的 后来搬到纽约加入复仇者 并且继承了阿斯加真正的魅惑女巫的称号 女洛基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很明显这整个影集都跟寻求自由意识有绝对的关系 毕竟洛基最大的目标就是证明自己仍然保有命运的主导权 而不是只能按照三位外星蜥蜴所制定的故事走而已 但其中还有一个解读方式 跟《骇客任务》一样是一个跨性别的预言 等《骇客任务》第四集出来再探究 或许有一大部分的铁粉反应会很激动 上一集解析有提到 洛基的小说明显写着 他被当成男性或女性都很自在 以及在第一集洛基的个人资料性别写着流动 照TVA的逻辑来看 只有一个神圣的时间轴 原本的洛基也是唯一正规的洛基 现在这位女性变体 就是从所谓正规洛基产生出的分支 代表着他决定以这种样貌为主 这就是他想说的故事 但或许因为时间守护者不同意这样的改变 才让他被TVA盯上 进而让他一心想要瓦解TVA这个否定他存在的组织 基本上这也反映了现实世界这种LGBTQ 族群的体验 有些人可能想呐喊 政治正确回了好故事之类的 但是无论再怎么看 性向或性别也是寻求真实自我的一大环节 世人一再规范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要爱谁 应该怎么表现自己 但你在配合演出的同时 内心却深知这其实并不是你的故事 而是一个硬被套在你身上的框架 也许真实世界不如TVA如此极端 一不符合正确路线就应该被抹除 但是展现真实的自我 依然对于许多人来说非常困难 害怕被人投以一样眼光 视为脱离正轨的变体 当然广义来说 这也可以说是所有人试图反抗自己命定的框架 Sylvie只是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反叛 我们发现他过去一直搜集时间线重置器 是为了要轰炸神圣的时间线 此时我们看到数百个重置器同时启动 每一个都送入不同的时间传送门 一次引爆 在TVA总部看到时间线产生了一堆分支 因为前面有提到 任何不该做的改变一旦发生 并不是改变原本的时间走向 而是产生一个全新的分支 现在时间重置器被投到各个不同的时间地点 并不是直接抹除那个部分 就像前半段显示 只是重置回几分钟前的样貌 而这就是在时间守护着计划之外的改变 才会因此造成时间线疯狂分裂 还可以看到这些时间重置器是送往全宇宙 因为可以看到藏着灵魂宝石的 沃米尔、阿斯加、诸神黄昏的星球萨卡尔 萨诺斯家乡泰坦、克里族首都赫拉 还有星星军团的赞达尔 更有趣的是EGO 也就是星爵的老爸 不知道一个时间重置器直接插在身上是什么感觉 在成功执行计划之后 Sylvie开启一道时间传送门 洛基犹豫了一下 不顾Mobius在后头的呐喊 也跟随他走进去 或许神圣时间线的洛基已经死在萨诺斯手里 但是我们现在这位变体洛基主角 看见自己被安排的命运 认知到结局终将来临之后 才真正看见自己 法官曾对他说 这不是你的故事 但是洛基始终相信 自己能够重新掌控光荣的使命 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 但是这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时间守护者决定的 而是存在于每一个冲破命运的变体之中 与前几集不同 随着轻快的流行音乐 我们来到了一间酒吧 看到穿着便服的TVA猎人C20 以及Sylvie 也就是洛基的女版变体鲜料 此时Sylvie突然问了一句 我们这时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画面一切换 看到真正的Sylvie 利用魔法侵入C20的脑袋 最后终于问出 找到时间守护者的方式 TVA总部的金色电梯 这时在接到上一集结尾 Sylvie传送门 原来是直接回到TVA总部 在暴揍了几个时间卫视之后 洛基也跟着回到总部 两人不打不相视 在电梯前纠缠了一阵之后 法官赶到 在法官正要用重置棒消除两人时 洛基打开了新的传送门 两人摔落一个陌生的房间 Sylvie先回复意识 拿起平板正要离开 才发现平板电量耗尽 洛基也醒来 把平板抢了过来 手一回用魔法藏起来 至于藏去哪里就不好说了 两人剑拔弩张之时 一个隐石碎片却落在两人之间 我们这才看到他们的所在之处 遥远星球的Lamentus卫星 时间是 在漫画中 Lamentus是克里族帝国的一个边境星球 克里族就是星际义工队 和惊奇队长之中出现的那个种族 而这颗卫星特别碎 旁边的星球已经崩解 在12小时过后 就会直接撞上来造成全面毁灭 来复习一下 上一集洛基已经推论出 Sylvie躲在历史上的各个大规模浩劫中 因为凡是在浩劫发生之前所做的行为 都不会产生时间分支 也能避开TVA的注意 毕竟这地方很快就会灰飞烟灭了 不会有接下来的发展 两人死命狂奔 躲到一间小型避难屋之中 一路上还不忘互相嘲讽 我从没想过两个洛基彼此打嘴炮 会是多大的享受 马上就看出这两人的火花了 这时Sylvie还试图迷惑洛基 想当然而徒劳无功 于是两人暂时休战 前往附近的小镇 寻找能够重启时间平板的电源 不用怀疑散步时间 当然也是更多小两口吵架的时机 其实这里有个拍摄巧思 洛基在此处称Sylvie为变体 因为对于洛基来说 她自己是唯一的正版 Sylvie则是山寨 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 镜头马上切到两人的背面 洛基穿着TVA的夹克写着 变体 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洛基 其实都带着极大的不安全感 强调自己是独一无二 却没办法不透过别人的滤镜 来看待自己 在我们的洛基指着Sylvie说是变体的同时 自己却也是B-15猎人所谓的 一个脱轨离开命运道路的宇宙错误 不过她还没意会到的是 作为一个变体并不是件坏事 与其说洛基是个宇宙的错误 她更像是宇宙赋予的全新机会 这里得先解释一下Sylvie是什么人 目前看来她似乎是融合漫画之中 女洛基以及魅惑女巫Sylvie Lushton的元素 在漫画中Sylvie Lushton原本是住在地球 新阿斯加的普通人类少女 后来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洛基开的一个残酷玩笑 才赐予她魔法 她直接承认 我觉得让一个凡人误以为自己是阿斯加人 这个点子很好玩 但MCU之中我们所见到的Sylvie 明显就是洛基的变体 不是从什么平行宇宙来的 那么一定有人想问 为什么她会从男生变成女神 啊 只有回到我上一集提过的跨性别预言了 Sylvie在这里就跟洛基说 她从小就成为了一个变体 受到TVA追捕 所以她很有可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在实验变形术的时候 发现自己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自我认同 当然也就脱离自己在神圣时间线的设定 为了维持自己想要的样貌 从此被TVA追杀 她在这里还说 也更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而容我大胆地说 这就是这影集用非常轻柔的手法 谈论性别认同 毕竟Sylvie就是在寻求对于自己最真实的故事 TVA也就代表着不容改变的传统价值 一再要求神圣的时间线不容抵触 就像在说 你这样会造成社会混乱 我要怎么教小孩 或像是洛基这样没那么明显的质疑 觉得他只不过是改过名字的洛基而已 就如时候会否定那些突破框架的人 为自己创造的新故事 看来这预言非常成功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那群美国白人肥宅 YouTuber愤怒的用同样的标题和缩图 做哭喊迪士尼政治正确的影片 真的是有一整群人都在做这件事 而且订阅数还不少 千万不要去找 两人走到了一栋小屋前 Sylvie直接把剑掏出来 一脚把门踹开 却直接被其中的老妇 实质意义上的轰出去 洛基笑了笑Sylvie的粗鲁行为 换他上场 看到房里的照片 巧妙的变形为 他的丈夫却遭到跟Sylvie同样的下场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Sylvie虽然是个洛基变体 但是两人个性相差甚远 你甚至可以说 他跟一开始的索尔比较相像 鲁莽强硬 没有洛基的狡诈气息 与优雅词造 就连他手持的大刀跟洛基的匕首 也有这样的对比 洛基靠着轨迹来塑造 连他自己也无法触及的幻象 Sylvie则横冲直撞 试图在命运的迷宫之中寻找方向 两人在对话中才得知 所有人都已经跑去搭房舟 试图离开这个星球 要搭上房舟就得先上火车 但是就跟所有末日电影演的一样 只有最有钱的人才卖得到车票 两人为装成警卫和囚犯蒙混上车 他们还特别提到各自坐的位置 洛基被对火车前进方向 Sylvie则是面朝前 也许就象征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洛基直至今日仍然无法摆脱过去 放不下自己应得的事物 Sylvie却完全相反 从小就独自闯荡 毫无牵挂 却也无人仰赖 披荆斩棘杀出自己的故事 当然做好之后 又恢复这影集招牌的 坐着聊天桥段 洛基表示自己的魔法是母亲 弗利加女王所教的 他在谈到母亲的时候 大概是这几集以来 第一次真正软化 谈到母亲 洛基不再能继续维持自己 满不在乎的面具 因为弗利加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 当然对我们的洛基变体来说 他的母亲还没死 但是在命运的道路上 弗利加的死 已经是注定的结果了 而且还是被洛基自己害死 在漫威的洛基小说之中 弗利加这样说过 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我知道那种渴求 我知道他并不会消散 只会越发壮大 对于洛基来说 他一生几乎都是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 不断地向外寻求阳光 却只看到阴影逐渐蔓延 奥丁想要一个充满力量刚强的儿子 不注重洛基能言善道的天赋 更是阻止他进一步跟母亲学习女人的魔法 因此洛基的天分 就逐渐转变成一种防御机制以及轨迹 他不停地恶作剧谋略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将他视为异类 不过只有母亲弗利加能够看破这个轨迹 因为只有他愿意抛开这些外来的框架 看见真正的洛基 洛基对于幻术会有如此高度的掌握 其实也反映着其他人看待他 以及他看待他自己的态度 对他来说 他这个人一向都是透过别人的反射 呈现在这世上 就像社会学家Charles Cooley提出的 静忠自我理论 我不是我以为的我 我也不是你以为的我 我是我以为你以为的我 这就是你的第一课 在追踪了个洛基 期望 是期望的 但是洛基已经把这个过程如此内化 只能从别人的眼光断定自己的价值 在他的大半人生之中 洛基一直不是洛基 而是索尔的弟弟 奥丁的儿子 劳菲的儿子 萨诺斯的手下 在到了TVA之后 更看见命运直接指派给他最残酷的身份 一个反派 洛基一生注定不是自己故事的英雄 我们的洛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 黑暗世界洛基所承受的创伤 但是 透过时间剧院播放的影片 他依然获得同样的启示 他不能继续扮演别人为他定义的角色 因为那位能够真正看见洛基的母亲 已经走了 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位反派 那就真的再也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理解他了 不知不觉之中 两人就聊到了爱情 当然作为一个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故事 怎么能够不提到爱呢 自然而然地提到彼此的恋情 Sylvie谈到她与一个邮差的远距离恋爱 该不会是Stanley 不是啦 应该只是一个敷衍洛基的故事 也反问了洛基是不是跟某个公主 或是王子有倾诉 洛基回答 你以为我提到那本小说中 洛基跟一名地球男人恋爱史 都只是我有在那边脑补吗 不要太惊讶 身为混沌之神 为什么要遵守世俗的规则 进入过场画面切回火车后 Sylvie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 此时的洛基却大方地在车厢中央与众人唱歌 还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 虽然洛基号称自己是享乐主义 但是我们从没看过如此阳光的洛基 看来这个变体已经越来越脱离本体了 而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当然是要庆祝一下的 这唱完之后 洛基豪迈地摔杯子说 这当然是在致敬索尔在雷神索尔第一集说的 酒醉的洛基终于想好了 到底要用什么来比喻爱这件事 我就让他自己来说好了 洛基从头到尾就是为了寻求爱与认同 他为了讨好养父而杀了生父 在被养父奥丁拒绝之后 又认定自己从小到大追求的这份爱 根本是个幻觉 当然对于洛基来说 这份爱一样惦记于他人身上的反射 然而矛盾的是 洛基渴望得到这份爱 却因为害怕受伤 反而生起自己的防卫机制 这也是为什么诸神黄昏索尔在对他真情流露之后 洛基却马上转身背叛他 对于洛基来说 就连爱也是幻术的一部分 在得到爱的时候 反而觉得自己不值得 而唯一真正理解过他的人 也已然逝去 最后洛基自己也承认 这个比喻的逻辑还不够完美 但是如果一切都完全合理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选择 自由意志也不存在了 就如Tom Hiddleston写来捍卫超级英雄电影的文章之中所引用的词句 真正的事实就是你无法在艺术之中找到一个单一的事实 同时有许多事实存在 他们彼此挑战彼此抵触反应忽略挑逗无视 有时候你认为你手中掌握事实 下一秒他就这样溜走 回到剧情上洛基行为引人侧目 最终被车上的警察移出车窗 Sylvie也急忙跳车 毕竟时间平板还在洛基身上 狼狈的起身之后才发现平板已经坏了 洛基这时灵机一动 想到透过方舟逃命 但是Sylvie说方舟在神圣时间线上 无论如何都会被摧毁 当然洛基身为洛基反达了一句 于是两人就带着这最后的希望赶往方舟 试图截传 在路途中没错又是两人心灵交谈的时间 Sylvie解释了他心灵控制的原理 说遇到比较顽强的人的时候 需要动用对方以前的记忆来制造场景 此时也不经意提到 他得用C20为TVA工作之前的记忆 再加入TVA以前 TVA的组织与全体成员 不都是时间管理委员会凭空变出来的吗 洛基当然马上停下来追问 这才知道原来TVA的员工全都是时间罪犯 被抹除记忆拉到总部 而不是被时间守护者凭空创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一集C20会惊恐地说 还说 当然他指的家并不是TVA而是地球 他原本只是个平凡的女子 基本上TVA是一个由罪犯兼奴隶掌管运作的监狱 同时这也能解释Mobius为什么那么喜欢水上摩托车了 他很有可能就是来自90年代的加州冲浪男子 喜欢抽大麻不停地说WOW 等一下这不就是Owen Wilson本人吗 所以我们在第二集看到Mobius不记得自己留下的水痕 还有怀疑法官跟其他的分析师交情甚好 可能都是因为他在办案的过程中不小心想起真正的过去 而再次被抹除记忆 此时广播倒数响起两人赶忙冲往方舟 此时展开漫威目前为止最精巧的一镜到底戏码 这些影机不仅在剧本象征都略胜电影一丑 连拍摄手法也都有不少大胆的新尝试 长达三分钟当然不是真一镜到底 眼尖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几个简介点 而两人终于在混乱中冲到方舟入口时 却眼睁睁看着他被陨石毁灭 唯一的逃命方式就这样爆炸 画面来到阿斯加年幼的Sylvie正在玩玩具 突然之间传送门打开 TVA的猎人从中走出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从第一集看到现在的法官Renslayer 不过还只是一位猎人 他宣称Sylvie犯下了时间罪 二话不说把他带走重置时间线 不过小Sylvie在带到TVA法庭上之前 直接摸走Renslayer的时间平板 开启传送门逃走 画面来到几百年后 现在的Renslayer搭着电梯 前来会见三个眼睛发光的时间守护者 他们原来是 这晚点才能说 片头取之后 Mobile向Renslayer询问情况 要求跟C20猎人会谈 也就是那个被Sylvie附身绑架后 一直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的猎人 但是Renslayer回答C20心理状况急转直下 现在已经死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满口屁话 画面来到2077年的Lamentis卫星 洛基跟Sylvie受困于此 只能眼睁睁看着更大型的星球碎片撞击地面 洛基与Sylvie一起望向天际 等待末日降临 Sylvie终于继续讲起他从小逃亡的历史 无论到哪里都被TVA追杀 永远都活在恐惧之下 也告诉洛基 也就是说洛基身为混沌之神并不是坏事 如果一切都只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 那会多无趣 多么了无生气 这并不只是跟自由意志有关 更是探讨那种 一切非得要找个正确答案的心态 洛基代表的就是那些寻求自己故事的人 如果不犯下可能失败的风险 制造一点混乱 那就不是说故事了 两人说着说着 仿佛看见彼此的灵魂 似乎有种超越人与人的连结 画面这时很扫兴切回TVA总部 他们完全找不到洛基跟Sylvie的踪影 时间线看起来毫无动静 再回到洛基和Sylvie身上 他们还在探讨自己的命运 你认为那些洛基是洛基的 是我们在想失败的 你生成为疼痛、疼痛、死亡 以为其他人能够成为自己的最好的装备 不 我们可能会失败 有时候会痛苦 但我们不会死 我们会活动 在故事之中一个反派的命运不就是失败吗? 挣扎追求自己的目标却在最后一刻失足 只为了成就他人的英雄旅程 这些反派有时候甚至比故事之中的英雄还更能够面对谎言 然而却因为作者的一个决定 就此只能作为英雄扭曲的影子 但是这位洛基变体却得到了任何角色都鲜少得到的机会 他在播映室有机会直接看到命运为他决定的故事 因而真正了解自己 他看到了自己生命结束的那一瞬间 才看穿不断告诉自己的谎言 洛基不断试图统治天下 造成混乱、一再失败 并不是因为这是他应得的 不是因为世界的不公不义 而是他太安逸于命运安排给他的位置了 成为一个只能透过别人看见自己的反派 在这段对话中 两人似乎产生了心照不宣的连结 Sylvie握住洛基的手 一起准备迎接美丽的毁灭 但就在此时 TVA突然侦测到了一个超陡峻的时间分支 急速生长 马上开启传送门 把他们抓回来 等等,为什么会有分支 不是说在末日之前做任何事都不会有后续发展 所以不会有分支吗 这一点等一下再回来解释 被抓回总部之后 洛基和莫比斯两人马上开始互相羞辱 致敬了诸神黄昏之中奥丁与索尔的对话 莫比斯的回答也是致敬诸神黄昏 他好像是个糟糕的 是个糟糕的朋友 你就是个糟糕的朋友 你糟糕的朋友 接着他开启了一道看起来不怀好意的红色传送门 洛基被迫到了阿斯加 只见早就被漫威遗忘的西服女士出现 说真的,他上次出现是在神盾局特工 一个根本不被漫威承认影集 他愤怒地抓着自己一撮被剪下来的头发 说是洛基干的 丢下一句 接着就 剪头发其实是有典故的 在北欧神话之中 洛基剪下了西服的头发 索尔作为西服的丈夫 愤怒地要求洛基把头发弄回来 否则就打断他全身的骨头 洛基只好去Nadalir找矮人用黄金做出头发 对,就是《无限之战》里面那个Nadalir Nadalir也是一个很好玩节奏很快的新桌游 可以去我桌游频道看一下介绍 总之洛基暗自窃喜 以为TVA的惩罚不过如此 但是在几秒钟之后西服又出现 刚刚的经历又完全上演一次 这才发现是时间轮回折磨 就跟奇异博士对多玛木做的一样 回到总部 Mobius这次换要求审问Sylvie 但法官还是继续绕圈圈说这样太危险 不过这边有一个有趣的彩蛋 Mobius走到外头跟猎人B15抱怨 Cree,Titan,Vampires 为什么这两个严格的战争 又有一个不自然的群 克里族就是星际艺公队以及近期队长之中出现的种族 泰坦族当然就是萨诺斯的同胞 不过还有提到吸血鬼就有趣了 难不成这是在预告 刀锋战士进入漫威宇宙 如果你不知道让我解释一下 刀锋战士本名Eric Brooks 母亲在生产时被隐藏自己吸血鬼身份的医生药 母亲死亡 Eric自己则成为了半人半吸血鬼 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只顾复仇的吸血鬼猎人 其实早在1998年就有推出一个限制级版本的电影三部曲 漫威宇宙之后也会推出他的电影 我还真的期待他要怎么演 而B15在Mobius离开之前 异常担心地问他洛季说了什么 别忘了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因为也有被Sylvie附身 所以也有看到自己的真实回忆 回到洛季的时间轮回监狱 洛季终于顶不住这股淡淡的哀伤 坦诚相对说他剪下头发的原因是 洛季这个角色会这样受大众欢迎 除了他的魅力以外 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代表所有人内心依然存在的孩子 那害怕孤独用尽各种手段 只为了获得爱与注意的小孩 洛季会如此自恋 不是因为他超过9000的自信 而是因为他矛盾的缺乏安全感与认同 只能藉由别人来断定自己的价值 毕竟他从一出生就活在其他人的阴影之下 这一切都只是他表演 至少这样的表演能够让他维持在其他人的目光之中 洛季终于坦诚面对他最真实的一面 莫比斯再次出现 把他带回总部继续拷问 洛季原本还想编造一个新的谎言 说他老早就跟Sylvie认识了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等达成他统治TVE的目标就会再度背叛他 不过莫比斯也没那么好骗 随口提到Sylvie已经被裁剪消除了 洛季嘴上说撕得好 却掩饰不了眼中的辈分 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操弄洛季 因为长久以来他只在乎自己 不过现在终于遇到自己在乎的人 才那么容易放下警戒 全盘接受莫比斯的谎言 讽刺的是能够令他在乎的人 也就只有另外一个自己 莫比斯观察入围的马上问说 你是不是喜欢的家 接着继续揶揄嘲讽 What a incredible seismic narcissist You fell for yourself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洛季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光荣使命 并不是权威或是众人的敬畏 他想要的只不过是 不用再过着孤独的生活 但悲哀的是 唯一让他摆脱孤独的人 竟然是另外一个自己 这既荒唐却又完全符合主题 洛季目中无人姿态 其实反映内心的空虚 以及缺乏自信 他从小到大 只知道没有人会想与他这种 异类共度一生 使他不屑跟配不上自己的人 相处 所以Sylvie对他来说 等于就是个绿轴 如果没有人爱你 至少你还有自己对吧 这完全呼应我前几集谈到的 洛季是镜中自我理论的最极端展现 对于洛季来说 他从来不是洛季 他只能透过别人看到自己 现在Sylvie这个浪迹天涯 不求他人 只靠自己的洛季镜像 竟然在自己面前体现 洛季等于是找到了他 捷径一生都无法成就的完美形态 老实讲 如果你看到一个颜值超高 达成你所有梦想的自己 难道不会晕喘吗 我知道我会 安徒不要告诉外界 认真的说 洛季的完美情人 是另外一个自己 虽然感觉诡异 又有点像 很太情节 但是除了你自己以外 还能有谁更了解你的孤独 洛季在这里也许是一时迷恋 不过他在Sylvie身上 感受到的连结是绝对真实的 这就是造成时间线分裂的原因 他们会引发近乎垂直发展的时间分支 正是因为从古到今 没有任何一个洛季 能够真正被理解直到现在 因为每一个洛季的人生 都不是属于自己的 这就是这影集充满矛盾 美得令人心痛的讽刺 原谅我肉马的用词 洛季一直以来都在为其他人演出 只有实际上看到自己之后 才终于开始了解自己 爱是一刀 是一刀 以随之随之或近随之之 你可以看到自己 它很美 直到它会让你添加 但最后你到达它 不是真实的 至于这一次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的 至少洛基自己选择相信 洛基被莫比斯持续的拷问逼急了 终于受不了他满不在乎的态度 直接说出TVA员工全都是被洗脑的时间犯 莫比斯看似动摇了一瞬间 不过马上继续装酷 把洛基送回时间监狱 反观B15长年以来的认知 似乎逐渐崩垮 越来越焦虑 最后偷偷去找Sylvie 求他再给他看一次记忆 忍不住痛哭流涕 还来不及看到接下来的发展 画面就切回TVA 莫比斯跟法官喝威士忌聊洛基 懂了喝咖啡聊是非的另外一个版本 莫比斯继续要求审问Sylvie 法官完全不意外也继续避开话题 说时间守护者想要亲自监督洛基和Sylvie的裁剪程序 莫比斯以审问罪犯为业 当然知道有人在对自己说谎的征兆 趁法官拿Sylvie的剑去收藏柜的时候 快速掉包了他摆在桌上的时间平板 走出房间之后拿起平板 叫出C20猎人的审问片段 听到这个音乐 你就知道有人要发现可怕的事实了 在审问片段之中 C20表明他看到的记忆是属于自己的 他知道自己原本是个平凡的人类 莫比斯二话不说冲进时间监狱找洛基 直接一针见血地问 几天之前的洛基也许会假装没事的回事 但是在经历TVA的震撼教育 遇到Sylvie之后 现在的他动摇了 也许他现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他真的能够成为自己故事中的主角 这直接对应到我之前说的 洛基在漫画中试图讨好创造阿斯加的阴影之神 却仍然不被接纳 默默地在内心对自己说 但是我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神了 我会作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洛基 骗子 人称的邪恶之神 会为地球带来长久的和平 两人回总部之后才发现 法官早就带着人马堵住出口 莫比斯知道自己没有逃路了 一直以来都忠心耿耿的他 终于说出了真情话 说如果可以去任何地方 他会想要回到他原本的家 骑着水上摩托车 接着我们在这几集爱上的角色 就这样在洛基面前被剪除 从此消失 不过应该会回来吧 至少在玩前边会看到他快乐 骑着水上摩托车吧 是吧 不过这里可以看到法官的表情有些难受 可见他还是对莫比斯有些情感 不过他跟时间守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明知事实还是愿意侍奉他们 在这残酷的谎言中工作数百年 在这之后洛基与Sylvie一同被带去见时间守护者 终于到了传说中的房间 明显致敬画家MCS的相对论这幅作品 同时也呈现潘洛斯阶梯 这是不断向下或向上 却能够循环的几何学悖论 你们大概在全面启动中看过 在这里可能就象征时间的轮回 传说中的时间守护者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 讲了一段废话之后 Sylvie终于忍不住上前 法官试图用时间项圈控制她 却发现似乎有点故障 此时电梯门打开 原来是B15前来营救 把两人项圈解开 一群人当然直接打了起来 他们把护卫全部解决 Sylvie也把法官打晕 不过不说这一集打斗戏 有点烂 套招感超明显 而且一对快速剪接 完全不符合前几集的水准 接着直接把剑丢向其中一个时间守护者 把她的头干净利落砍了下来 于是 我没有说错吧 才发现这些时间守护者 根本是假的 根本就是重新上演绿野仙踪 发现他们其实都只是机器人玩偶 真正的幕后黑手仍然是个谜 TVA究竟是谁创造的 之前几部影片有推测过 也许来个充满讽刺的转折 是时间箭头的洛基 或者是穿越时间 试图统治一切的反派征服者康 毕竟他即将要在蚁人与黄蜂女二出现 可能需要铺陈一下 这些在前几部影片里面有更详细的解释 等一下可以去看 当然也有可能两者皆非啦 我准备好被打脸了 两人毫无头绪 似乎失去了一切希望 洛基真诚地向Sylvie说 他们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似乎是要向他告白 这是我们十几年来第一次看到洛基如此不知所措 而就在他终于鼓起勇气 要说出口的那一瞬间 Sylvie直接把重置棒抓了过来 威胁法官说出一切 And cut 进入这集的片尾曲 歌词讽刺的唱者 只要你爱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即使世界毁灭都没关系 不过洛基难道真的死了吗 Sylvie要变成主角了吗 哼 你以为迪士尼真的有那个胆吗 这一集还有片尾片段呢 洛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 充满疑惑地问 这是冥界吗 我死了吗 一个声音回答 还没 但是你想活命的话就得跟我们走 画面切到说话的人竟然是 有几个洛基 首先仔细听 这里的配乐开头 跟复仇者联盟击败洛基的时候非常像 几个人看着狼狈陆迹的角度 似乎也是在致敬那个画面 不过别急 在介绍角色前 我们先来看看背景 你可以看到毁坏的史塔克大楼 所以明显是另一条时间线的纽约 先来谈谈他们的共通点 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是穿着拼凑起来的绿色系服装和道具 他们也许已经在这浩劫后世界生活了许久 但是还是不忘自己曾经的虚荣 先从最右边这位 也就是Richard E. Grant饰演的老头子洛基开始介绍好了 这当然这是漫画中最经典的洛基造型 那个年代的服装设计都挺荒谬的别见过 最初的洛基比较偏向是纯粹的反派 而不是见年亦正亦邪的男神 而漫画中确实也曾经出现过一个老洛基 也就是来自遥远未来活了许久的洛基 别称一切的屠夫 他的人生故事跟这个影集的洛基一样 得知自己的命运就是为了造成别人的痛苦 永远被认定为谎言之神 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头换面 而是变本加厉 甚至毁灭了他那个宇宙的地球 还回到过去试图诱导年轻的洛基走上他的路途 这一切超级复杂 之后会专门做一集影片解释 而中间这位则明显致敬小孩洛基 在漫画中原本主要宇宙的正统洛基被杀死 但是后来揭露他其实跟海拉签下一个契约 让他的灵魂留下来 以小孩的形态重生 不过原本的个性诠释 这个小孩只剩下一些恐怖的噩梦 受到索尔照顾 后来甚至加入了青年复仇者 而最左边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有索尔能力的洛基 他手上拿着锤子 当然不是真正的雷神之锤 也使这个版本的洛基跟索尔背景故事对调 换他够格拿锤子 不过在被TVA逮捕的时候锤子被没收 当然还有小孩洛基手上戴着超可爱小洛基头盔的鳄鱼 这可能是在至今漫画中的宠物复仇者 青蛙索尔这是其中一员 上一集我们看到洛基终于发现 对自己女版遍体Sylvie的申请 最后解决时间守护者 才发现他们是假的 最后要跟Sylvie告白之前 居然在我们所有人面前被法官裁剪掉 才发现他并没有藏子被消除 而是来到另外一个奇怪的时空 而站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洛基 现在来到最新一集 老洛基告诉洛基 这里是一个叫做虚空的地方 一个风暴怪物Aliath正在四处肆虐 他会吞噬所经过的一切事物 所以一群人马上拔腿就流 在漫画之中 Aliath就是第一个超越时间限制的存在 甚至还能靠吸收时间旅行者 来让自己更为强大 他的时间帝国甚至比征服者康还庞大 也正是因为他 征服者康的版图 才无法超越西元前2000年 回到TVA总部 被Sylvie威胁的法官 即至表示洛基还有可能活着 并解释 那些被TVA裁剪掉的人 并没有真正被删除 而是传送到一个 这绝对不会影响神圣时间线的地方 时间尽头 也就是虚空 而时间守护者正试图把时间尽头 编写成一个梦幻的乌托邦 我是觉得啦 要变成乌托邦 应该不会放下一个吞噬一切的风暴在这里 不知道你怎么想 Sylvie一心想要找到时间守护者的真相 勉强让法官暂时活下来 这几句听起来很拗口 用白话文解释就是 这个虚空 时间的尽头 如果还在被时间守护者编写的话 就代表那里还没有所谓的神圣时间线 无论在那里做什么 都不会产生时间分支 因此真正的时间守护者 一定是躲在超越时间尽头的地方 才能继续在能够改变神圣时间线的情况下 继续编写时间线 两人苦恼要怎么穿越虚空时 时间小姐突然提到一个虚空船 不过原来就是法官在唬烂拖时间 员兵过不了多久就抵达现场 Sylvie躲在判决台后 法官继续嘲讽地说 如果现在投降 就可以让Sylvie被关在时间轮回里 重温美好回忆 不过Sylvie冷静地回答 我只有一个美好回忆 就这样起身把自己裁剪掉 啊 多么浪漫 想必他的美好回忆就是洛基吧 我其实蛮欣赏这影集 营造他们两人感情的方式 让他们随时处于一种 微妙模糊的尴尬之中 却也感受到真切的情感 回到虚空 洛基一行人继续逃命 啊 原来这是吃鸡 Elias是缩圈的概念 在路途中 我们才知道小孩洛基才是这一代的王 而他犯下时间罪的分歧事件 竟然是杀了索尔 这就跟漫画中 小孩洛基的设定差很多了 漫画里的小孩洛基几乎不算是反派 仔细观察 他脸上似乎带着些许忧伤 也许是个意外 也许他极度懊悔 前几集解析的时候 有提到一本洛基小说 虽然严格来说不是漫威正式 但是其实非常符合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洛基 在书中 洛基还是个青少年 奥丁透过预言之鉴 看到洛基注定会带着火死人 进攻阿斯加 而洛基之后也竭尽全力 防止这个预言发生 殊不知在故事最后 却实现了这个预言 当然那是洛基为了 试图保护他在乎的人 而不小心造成的结果 或许影集之中的小孩洛基 也有类似的心境 在路途中还有超多彩蛋 首先似乎看到超级巨大的 狐风头盔 如果你没印象的话 狐风就是蚁人的反派 也许他某一次发现 巨大化的科技 被TVA当成变体 啊 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键的画面了 我们看到整个 漫威宇宙最重要的彩蛋 薩诺斯直升机 这可是传奇中的载具 在漫画之中 薩诺斯有一次搭着 写了他的名字的直升机 抢宇宙魔防 最后还被纽约警方逮捕 啊 是的 那个年代的漫画真是美好 后来也有在死士的漫画中 出现一次 你是不是想问他有六颗宝石 为什么还需要直升机 我也不知道 在洛基一群人爬往地下雕宝石 我们还可以看到雷神之锤 以及青蛙雷神 更精确的来说 他的名字是 Throg 索蛙 雷霆之蛙 挥舞着妙蛙尼尔 不要怀疑 这是真的漫威人物 在那个故事之中 索尔被爱搞事的洛基 变成了一只青蛙 但是他内心还是个勇猛的战士 来到了纽约中央公园 帮助其他青蛙 打击他们的天敌 老鼠 索尔也遇到了一个名为 Puddlegob的青蛙 后来才知道 Puddlegob也曾经是人类 因为自己的妻儿死去 跟女巫做交易许愿 再见他们一面 却因为付不住酬劳而被诅咎 在索尔找回雷神之锤后 瞬间恢复自己的能力 以及护甲 不过 他还是一只青蛙 这影集 关着青蛙雷神 罐子上面写的365 就是他变成青蛙雷神的漫画技术 在索尔返回阿斯加之后 Puddlegob捡起了雷神之锤 掉下来的碎片 往地上一敲 自己也变成了雷神之娃 从此成为青蛙的守护者 后来还加入宠物复仇者 这故事之中还出现了鳄鱼 影集的鳄鱼落寂 大概只是从这里联想到的 总之这个故事真的证明 那个年代的漫威创作者 一定都抽太多了 彩蛋还没完 这里还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名叫 Polybius的电玩机台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都市传说 据说在1980年代 有一个街机突然出现在市面上 它的游戏极度令人上瘾 甚至让人愿意排队 等上好几个小时 不过 后来发现玩过的人 都会出现一些后遗症 像是产生幻觉 失眠 失忆等等 更令人起疑的是 黑人号称看到穿着西装 戴着墨镜的男人 搜集这台机器的资料 于是许多人认为 这一切都是政府在做的 某个心理操控实验 机台出现一个月之后 就此消失再也没有出现 洛基们分享各自的故事 拿着锤子的洛基说 不过即使他真的能够 击败复仇者联盟 萨诺斯又怎么会让他拿无限宝石 他十之八九是在唬烂 毕竟在片尾名单之中 他的名字就是吹牛洛基 洛基这时又狐疑地问老洛基的故事 我们不是在诸神黄昏之后就该死吗 看来这几个洛基都看过 自己应该要演出的故事 而且都跟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样 所以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原始形态的洛基 而不是一出生就有所不同 所以说这个吹牛洛基 就是洛基半黑脸嘛 是不是有点政治不正确 不过不用担心啦 他原本是冰霜巨人 想给自己什么肤色都可以 反正不是要演张飞 不用太担心 老洛基解释 自己原本跟我们的洛基 有一模一样的经历 直到萨诺斯要杀死他的时候 他创造了如假包换的幻象 连萨诺斯都被骗了过去 从此以后漂流到偏远的星球 独自生活 再也不愿意让人因为自己而遇害 这某方面是在回应那些 不愿意接受洛基之死的观众 纷纷提出的各种理论 不用怀疑 我们的洛基是真的有被萨诺斯掐死 直到几千年后 老洛基孤单寂寞觉得冷 终于想念自己的哥哥 但脚一踏出那颗星球 马上就被TVA逮捕 这就是身为洛基的宿命 所谓之处皆是混乱 死亡和痛苦 洛基想要的上一集已经说过了 不过是害怕孤身一人 讽刺的是 他所做的一切 命令安排给他的身份 都让他离身边的人越来越远 为了奥丁尝试屠杀冰霜巨人 却被奥丁辱骂 为了得到众人注意而入侵地球 却让自己沦为笑柄囚犯 为了阿斯家人的爱而霸占网座 卫装成奥丁 却间接导致父亲的死亡 最后最残酷的笑话是 这个老洛基甚至要让自己与世隔绝 才能免于TVA追捕 对于这条神圣时间线来说 洛基并不是恶作举之神 他才是被开了天大玩笑的那一个人 洛基只能作为一个流放之神 主角洛基在听到老洛基凄凉的故事之后 下定决心逃离这个时空监狱 我们可能是很好的在生命 我们也很好的在逃避 洛基少年问他 你很不同 为什么? 这里就出现了有趣的回答了 在这影集刚开始的洛基 肯定会自傲地回答 因为我就是独一无二 然后说其他人都是劣质的复制品诸如此类 不过现在他却说 自己跟其他洛基并无二致 唯一不同的只有Sylvie一人 当然这不只是情人眼里出席时 好了可能有一点 毕竟Sylvie从小就一直逃避TVA 独自一人闯荡各个时空 他不像洛基用尽把戏来寻求爱与关注 对于Sylvie来说 不仰赖别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就是他几百年以来的唯一现实 原本的洛基想要掌控TVA 因为他一生的命运都受到神圣时间线控制 导致他一心妄想要反过来当主导者 夺得世人爱戴 抹除一直以来尾随他的痛苦 但是Sylvie一生在逃脱TVA的过程中 只能仰赖自己的选择 因此才认为直接毁掉TVA 结束所有命运的束缚 就是唯一解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迪士尼把Sylvie塑造成一出生就是女生 多少会削弱故事战力 不是因为人家是女生 所以跟你们这些臭男生思考模式不一样 而是因为只有他跳脱了命运给予洛基的框架 回到故事上 洛基的计划就是 我会杀了Eliath 我可以用所有的帮助我可以获得 其他人哄堂大笑 仿佛把他当作胡言乱语的疯子 洛基信信然地自己爬出碉堡 殊不知马上撞见总统洛基 终于给我出现了 在漫画中确实有洛基竞选总统的故事线 他明目张胆地宣扬自己会向人民说谎 所以至少比那些说谎还不承认的政客好 结果还真的得到不少热情的支持者 这个漫画系列是在2016美国大选期间推出 你要不要猜猜是在讽刺哪一个人 啊不对 这种打着实话实说 讲话中肯的形象 来招摇撞骗的政客 台湾好像也有 画面再切到Sylvie 只见他也在虚空之中醒来 Eliath当然也马上迎面扑来 在逃跑的过程中 Sylvie的手不小心触碰到Eliath的烟雾 发动了附身能力 看到一连串神秘的画面 是不是藏了什么绝妙的彩蛋 其实还好 就是一个阴森的堡垒建立在一颗小行星上 旁边环绕的大概就是神圣时间线了 就在片尾看得更清楚 就在Sylvie快要被Eliath追上时 一台车突然开了过来 正式被裁剪掉的Mobius 顺带一提 这辆车是不是在致敬皮克斯 最常出现的披萨星球车 在一旁还可以看到金字塔 以及人面式身像 让人想到征服者 Khan曾经跑到埃及当法老 名为Ramatud 回到碉堡之中 吹牛洛基揭露是他把总统洛基引来的 不过总统洛基又背叛了他 接着又被其他小喽喽洛基背叛 然后又被鳄鱼洛基咬断右手 一群人就此打了起来 反正 这是洛基标准的 我背叛你的背叛 我的背叛就对了 即使这些洛基伟大的计划都被TVA破坏 被放逐到这个鸟不生蛋之地 他们仍然忍不住自己被刺 以及说谎的本性 勾心斗角追求一个毫无意义的往左 老洛基制造己人的幻象 带着洛基与洛基少年离开这阵混乱 老少洛基都对于这些洛基一成不变的本性 感到极为失望 在故事之中 往往会看见主角先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 在最后有了转变 明白自己需要的事物 但是反派们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几乎只能愚昧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 轮不到他们获得实质的角色成长 因此洛基少年才会接着说 而洛基们想要的也需要的 不过是与人的连结 却因为命运残酷的决定 而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洛基激动地表示 这就是他要阻止TVA的原因 老洛基和小洛基才终于同意帮忙 同时Sylvie和Mobius在车上斗嘴 Mobius说他原本以为TVA是个英雄 不过消灭整个现实 让小女孩变成孤儿 撑得上什么英雄 Mobius回答 这算是对应到猎鹰与酷寒战士其中一个主题 马基为例主义 正确的结果到底能不能正当化极端的过程 所谓正确的结果又由谁决定 Sylvie坚决表示要开回去招Aliath 不然这样绕来绕去也不是办法 再次回到洛基一行人身上 他们仍然伺机而动 看到一艘船出现 这又是另外一个都市传说了 USS Eldritch是一艘在二战的真实船舰 据说美国政府有秘密进行一系列实验 将战舰成功隐形 还有瞬间移动 甚至接触外星异次元 最后所有的船员都疯掉了 当然也都是没有被验证的传闻 但这艘船被裁剑 可能是因为在那条时间线实验成功了 不用说这艘船马上被Aliath吞噬 看完表演之后 Sylvie跟Mobius有点太刚好的开车感到 Sylvie表示洛基想要杀掉Aliath的计划蠢到不行 毕竟人家是天边一朵云 他推论既然时间守护者住在超越虚空之处 那Aliath大概更像是他们的看门狗 既然他刚刚惊鸿一瞥他的记忆 那么如果用力一点附身Aliath 大概就能打开大门 回到TVA总部 法官打开了一个牢房大门 我们才知道B15猎人被关在这里 B15表示时间守护者既然不是真的 人们就需要知道真相 而法官虽然不否定这个事实 却坚持人们需要的是稳定 接着B15说 回到虚空 两个星洛基跟Mobius聊天 老洛基问 Mobius在第二集跟洛基讲述信仰的问题 就因为你相信一件你自己无法解释的事 不代表它不存在 但是反之亦然 就因为你相信一件事 不代表它就是不容智慧的真理 要改变永远不嫌晚 对吧 镜头带到外头 洛基与Sylvie两人处于一种 心照不宣的尴尬害羞状态 两人盖免被纯聊天 Sylvie问 当然我们都知道洛基本性难移 他在诸神黄昏虽然看起来金盆洗手 却还是在逃走前背叛索尔 即使现在逃离了神圣时间线 还是很难说洛基会不会因为自己 无法完全信任人的恐惧而守华 Sylvie也表示 也许在这一切结束之后 洛基可以统治一整条时间线 在第一集之中 他号称自己要成为宇宙之王 不过这时洛基只是淡淡的讽刺的笑了一下 之后还不忘聊一下 现在我真的想找一个女伴的自己了 洛基在这之前 无法真正的爱人 难以产生连结 就是因为他在自大的表面之下 其实根本不爱自己 因此尽管大家开了一对玩笑 洛基对于Sylvie的情感 并不是一种扭曲的极端自恋 正是因为洛基从Sylvie身上看到自己 真正实现自我使所能达成的样貌 才认知到自己值得被爱 也才因此能够真正对Sylvie放下 她连在母亲Friegan面前都放不下的警戒 谈完心之后一群人在风暴前集结 在旁边可以看到星际艺工对罗南的飞船 在临走之前 洛基少年把他的宝剑送给了洛基 这把剑极有可能是洛基北欧神话之中的剑 雷瓦丁 用来斩杀一只超大的极 而雷的意思是狡诈骗术伤害 而Vertini的意思则是魔杖或树枝的意思 这把剑在漫画中也有出现 还被嘲笑说 你的剑就叫伤害树枝吗 而在莫比亚斯开启传送门回到TVA之前 洛基问他要做什么 他回答 就跟洛基在第一集之中说的一样 我会把这个地方烫到地上 莫比亚斯伸出手道别 洛基却直接抱上去说 谢谢朋友 我前面要哭 你才要哭了 Alias缓缓逼近时 你可以在地上看到生命法庭的头 在漫画中是超越一切存在 掌管整个多重宇宙的强大力量 不过这应该只是个雕像 除此之外 背景还有神盾局的飞天母剑 为了要让Sylvie安全附身Alias 他们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 显然洛基看过侏罗基公园 点燃他的剑用最经典的方法 然而有些力不从心 眼见Alias就要把Sylvie吞噬了 此时一旁闪出了刺眼的绿光 才把Alias又吸引过去 原来是老洛基用他强大的幻术 创造了一整个阿斯加的幻想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我认为我们比我们更强 此处洛基的配乐 还融入了华格纳女武神的骑行 实在是神来一笔 洛基和Sylvie牵起手 两人一同试图附身Alias 老洛基则在发动无双之后 顶不住了 幻象逐渐崩垮 就这样被Alias吞噬 四千高喊一句 Mobius说的是对的 洛基的使命就是让其他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是老洛基证明了 他不需要透过死亡以及痛苦来达成这一点 他自己成为英雄 来成就洛基与Sylvie更远大的目标 的确多么光荣的使命 这个老洛基当初没能保护阿斯加同胞 自己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 抛下自己所在乎的一切离群所居 现在他用尽最后的力量 重现自己最初的家 没有死在时间守护者规划的命运下 而是光荣地为了自己的选择 以及目标而死 R.I.P. 老洛基 我们真的会想你 就在Alias再次转头过来 十万火急的那一瞬间 他们成功了 一道绿光乍线 Alias就此湮灭 打开了一道通往异世界的开口 终于看到了真正时间守护者的堡垒 洛基与Sylvie毫不犹豫地跨出步伐 在上一集最后 我们看到洛基与Sylvie 击败吞噬时空的巨兽 Alias 终于来到时间的尽头 打开通往真正时间守护者的大门 而这次进入完结篇的漫威片头 并不是一般的漫威主题区 而是各种交叉的台词 仔细一听 首先我们听到猎鹰对蚁人说的话 黄蜂女Hope Van Dyne在暴揍蚁人之后说的 当然还有黑豹T'Challa的瓦甘达万岁 浩克的叫声 黑寡妇在复仇者联盟一开始在电话中说的话 星爵邀请Ronan跳舞 索尔在诸神黄昏兴奋地认出浩克 美国队长惊点的 初代蚁人惊奇队长 洛基自己在无限之战对萨诺斯说的 而这一整段都伴随着美国队长人生中最重要的歌曲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也就是终局之战结尾 他与佩吉跳慢舞的那首歌 在一连串互相交叉的台词之后 又听到现实中的古典音乐 像是天鹅湖 以及名人台词 甚至包括环保少女出名的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最后在汪达幻视之中 看到幻视对汪达说的 我们才终于知道这些声音都是从同一个地方传来 传说中的神圣时间线 现在我们终于要看到洛基如何撰写她的故事 眼见洛基和Sylvie走向耸立的城堡 终于面对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两人还在犹豫要怎么进去 但是大门就这样自己打开了 厅堂安静的令人不安 完全空无一人 像是时间镜头的遗迹 此时时间小姐突然跳了出来 这样类突发惊吓的手法 显然是在暗示这个影集铺陈的电影《奇异博士2》的调性 因为《奇异博士2》据说也会有许多恐怖元素 没事我只是在下摆 之前就有观察到时间小姐并没有那么单纯 毕竟她帮TVA做假宣传 当然也存取最重要的TVA创始 以及时间镜头的原始资料 这里我们终于看到她的真面目了 真时间守护者的罗罗 不过这位真正的时间守护者到底是谁 时间小姐用He Who Remains称呼她 也就是仅存的那个人 这在漫画中非常重要 因为He Who Remains 基本上就是TVA在时间镜头仅存的局长 而来到她的时间轮回结尾 He Who Remains为了不要让下一个时间轮回 犯下同样的过错 而创造了三个时间守护者 来看守时间线 殊不知她创造出来的 其实是时间扭转者 反而逆向而行 回到过去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世界 于是索尔就来到时间镜头 试图说服还未制造时间扭转者的 He Who Remains改变心意 因而产生了两条时间分支 一条时间扭转者仍然存活着 另一条则是由真正时间守护者取而代之 不过那是漫画中的设定 在影集之中的He Who Remains 真正的秘密重要太多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He Who Remains到底有什么企图? 时间小姐表示她愿意做出一些创意修改 让洛基跟Sylvie都能回到原本的时间线 并且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洛基一听直接反问 不过我们都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 对吧? 爱接纳众人的注意 这前几集都谈过了 就不再赘述 而时间小姐透露 He Who Remains有权力可以让洛基成为国王 可以让他受到爱戴 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他赢 洛基故事中的反派 为了其他人的英雄旅程而存在 现在终于能脱离这个命运了吗? 但是她知道这一切都只是个幻想 让洛基舒舒服服地沉到自己的梦想之中 经历这一切 看到好几个版本的自己 看破了不断告诉自己谎言的洛基 现在早已了解到了 He Who Remains用来诱惑她的梦想 只不过是她想要的事物 而不是她需要的事物 赢得一切只能暂时抚平她痛苦的表面 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源头 洛基已经不是影机一开头的洛基 直接拒绝时间小姐 此外这边创意修改这一词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在真实世界中 漫威过去的导演时常跟高层 因为创意分歧而离开 一旦导演自己想说的故事 不符合总监Kevin Feige的史诗级计划 或是无法讨好大众 最终都会请辞 而现在时间小姐跟洛基的对话 就好是总监跟导演的谈判 我知道你可能有个好故事想说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宇宙中 有任何发生的权益 就最好按照我的规则走 即使你可以做出一些创意发挥 但是终究不能打乱神圣的时间线 不过透过这一集最后宇宙大开的剧情 漫威似乎正在暗示他们准备好 要让各个满腹惊奇的创作者 说自己真正想说的故事了 两人继续前行 此时前方的电梯突然打开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某些人在这里可能还一头雾水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是马上弹起来尖叫 漫威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宣布 这位演员Jonathan Majors 会出现在蚁人与黄蜂女2 而且还是演出漫威宇宙中的重要反派 征服着康 现在他就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眼前 而且还不是一个老二笑话 boner he who remains的真实身份 就是康啊各位 我的脸终于不用继续受苦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前几集解析 容我再说一次 征服着康就是一个时间旅行大魔王 试图统治所有宇宙的所有时间线 绝对称得上是超越萨诺斯级的大反派 不过关于他的更多背景故事 我等一下再来相谈 在电梯中两人不可置信地看着康 Sylvie看他是肉体之躯 一言不合就开看 殊不知他若无其事地瞬移躲掉 仔细一看他其实有先按了手中的装置 显然是TVA时间平板的间接板 洛基跟Sylvie就好像被邓布利多叫到校长室一样 没头没脑地跟着走进房间 你一定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不过让我们先回到TVA Mobius跟法官对指 并且拿出了前面就出现过的原子笔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你的秘密 画面切到2018年的俄亥俄轴 茂威到底多喜欢俄亥俄 猎人B15在被追捕的时候才发现原来 法官原身份是一个校长 在《猫威宇宙》中2018年就是无限之战的年份 我们也知道TVA的员工都是犯了时间罪的变体 也许Renslayer在神圣时间线之中本来应该被 被萨诺斯弹掉却存活下来之类的 回到时间尽头 洛基跟Sylvie充满自信的对康说 他们已经逃脱命运才找到他 不过康毫不在意的说这一切仍然在他的计划之中 他更是拿出几张纸 上面印着他们过去几分钟的对话 显现这一切都是早已写好的 洛基被逮捕逃脱TVA Lamentus星球都是他铺的路 你还可以在片尾片段洛基和Sylvie档案的部分看到一只手 那明显就是康的手 不过洛基真心爱上Sylvie可能就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了 因为当初牵起手的时候 直接造成一个接近垂直的分支 不过可能连他们产生分支这个行为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就是了 这当然也是超级开脑洞的突破第四面墙 最好的故事 就是塑造在让观众误以为角色都拥有自由意志的张力之上 一旦这些角色的选择变得毫无意义或者走向公式化的老梗时 任何观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 不过即使一个故事再怎么引人入胜 他们终究还是作者手下的傀儡 而康在实质意义上等同就是站在编剧的位置 即使洛基跟Sylvie自认不再受到过去的创伤束缚 前来面对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仍然都是写好故事的一部分 康更是进一步说 相信常看这频道的观众都听我介绍过英雄之旅 也就是由作家Joseph Campbell集结从古到今的故事 建构出来的故事架构 讲述所有故事的核心 都是一个英雄如何从原本的舒适权 经过哪些历程与考验 最后成为全新的人 Sylvie终于忍不住问 你到底是谁 不过他很挑逗的只说出别人给他的称号 还极其嘲讽的说 对啦就是死都不说出他是征服者抗 他继续介绍 如果还有任何怀疑的话 这就是最后的确认了 因为这基本上跟征服者抗在漫画中是重叠的起源故事 在漫画中 抗生于31世纪的另外一个宇宙 6311号地球 这是一个中古时期的黑暗时代并没有发生的现实 所以这个地球的科技文明非常进步 早在西元900年就已经登上月球了 抗本名Nathanael Richards 是惊奇先生Reed Richards的后裔 在年轻时就被未来的自己 邪恶的征服者抗造访 而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走上这样的路途 不过因为发现了时间机器 忍不住回到过去 成为埃及法老Ramatud 在之后统治了好几个时代 最后还是落足40世纪 集结那个时代的士兵以及武器 成为征服者抗 连复仇者联盟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征服者抗反而是最常被各个宇宙的自己组织 之后还组成了抗之议会 来消除那些他们认为非必要的变体抗 不过这角色更像另外一个版本的抗 Immortus 永生者 他在漫画之中到了Limbo虚无领域 也就是存在于时间空间之外的地方 建造一个堡垒开始学习观察时间 他在这里的飘逸斗篷造型也跟Immortus非常类似 各位我只想对之前那些一直想打我脸的人说 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 我的脸皮才能厚到能坚持到渐渐 你看看 汪达幻世 撒下那么多快银还有Mephisto的线索 到后来却只是在玩弄所有人的期待 而这个影集一样从头到尾都是撒下各种线索 像是法官Rensselaer就是康在漫画中的情人 这种中央的雕像也长得有点像康 而且第五集也有看到Stark大楼写着King 也就是其中一个版本康手下的企业 当然还有那个金字塔跟人面石神像暗示Ramathut 而康继续解释 这些多重宇宙的各个康都在同时间发现平行时空的存在 互相见面 起初他们非常和平地交流一些科技与知识 不过其中几个康并非带着善意前来 面对无尽的宇宙 他们只看到更多能够征服的新大陆 于是多重宇宙之战就这样开打 一切差点陷入毁灭 而在这个康费尽千辛万苦驯服了上一集出现的时空吞噬者Elias 才得以终结多重宇宙带来的混乱 从此以后就为康创建TVA 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线孤立起来 防止任何的分支以及更多版本的自己出现 避免多重宇宙战争的可能性 这个就有趣了 他有提到互相堆叠的宇宙 所以说在漫威宇宙之中 不仅存在平行宇宙 各个平行宇宙之中也都各自存在时间分支 如果听不太懂 让我用白话文解释 平行宇宙基本上是不会互相干预的 时间分支则是从其中一个宇宙的主要时间线发展之中 因为各种选择以及变化而产生分裂 康接着给了洛基和Sylvie两个选项 要不是杀了他 让其他千千万万的康再度开启时间线战争 造成无数人伤亡 不然就是两人携手接替他的位置 帮助他一起维护这条时间线 就跟小说迷雾之子一样 你杀了一个独裁者 只会有更庞大的邪恶占据他的位置 康在对话过程从头到尾都啃着一颗苹果 令人想起创世纪之中那个拿着苹果 给予禁忌知识的恶魔化身 他甚至还自称恶魔 而洛基跟Sylvie这一男一女 就是亚当跟夏娃 这应该就是这几年最接近Mephisto的一刻了 讲完之后外头传来阵阵雷声 康这时承认 他们现在正跨过了他已经写好的故事 在这之后所有发展就超过他的所知范围了 Sylvie丝毫不考虑直接一刀砍上去 但竟然被洛基阻止 他似乎被康给说服了 认为至少该多思考一下 但Sylvie显然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Sylvie的一生只有不断的受到追捕 从一开始就看清了 他的人生不属于自己 所以才想要摧毁 解放这一切 而洛基一生都被边缘化 都被视为一个骗子 到了TVA之后更是看到 自己是所有人故事之中的反派 所到之处就会造成痛苦 现在他虽然仍然是个反派 但至少照着康的话去做 他能够阻止更多痛苦产生 这两人看似一体 然而从一开始就有根本性的差异 导致他们无法完全互相理解 更讽刺的是 Sylvie在上一集问洛基 会不会在最后一刻背叛他 现在以完全客观的角度来说 洛基确实是背叛了他 在最后一刻反悔原本刺杀 时间守护者的计划 不过 在情感上来说 是Sylvie背叛了洛基 洛基全然地爱上了Sylvie 此生第一次想把最真实的自己 裸露地呈现在别人面前 现在Sylvie却指控洛基 只是个笑想王座的骗子 我上一集有说这两人可能有一个会死 完全没想到这一集想讲的故事 会比单纯杀了一个角色还让人心痛 虽然Sylvie到目前为止 都是只身写下自己的故事 但是在康的说明之下 她才知道这一切跳脱命运 也都只是别人故事的一部分 几千年来所建立的身份 就这样崩塌 因此她只能死守着 从小到大不断对自己重复的 终极目标 摧毁时间守护者 讽刺的是 在经过这一连串角色转变之后 洛基反而成为了较为成熟的那个人 之前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恶棍 现在则是透过Khan 将自己当成秩序 以及多重宇宙混乱的唯一界限 但是至少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反观Sylvie被自己的目标所盲目 不愿面对手起倒落 可能会产生的无尽后果 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啊 这一集的动作设计 就比前两集好太多了 这才是正常水准嘛 打到一半洛基真情告白 I just want you to be okay 接着就 你知道Self-Sass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H-Man有时候会出现的标签 基本上就是自干的意思 我想象过漫威拍出很多种故事 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Self-Sass 这整段时间镜头都刻意带到在背后看好戏的康有点好笑 大概所有人表情都跟康一样吧 Jonathan Majors真的是很厉害 明明就在焦距之外 还是可以看出她有点尴尬 却又充满粉红泡泡的眨眼表情 不过你知道的 清清晚常常会有个剧情转折 Selfie趁洛基还意犹未尽的时候 打开传送门 把洛基推回TVA 洛基在不久之前说的 爱是一把匕首 就这样被她第一个真正爱上的人验证 现在无人阻止 Selfie就这样一刀捅进了康的身体 她的表情更像是终于得到解脱一半 真心笑了出来 对Selfie说 这是什么意思 最直白的解释方式就是 好康被杀死之后 其他的手续善良康 绝对中立康 混乱邪恶康 就会接二连三冒出来 与Selfie相见 因为好康对于时间线的隔离 在她死后就失效了 不过还有一个更形上学的含义 刚刚有提到时间是一个远 发生的事还是会再发生 在时间线解体之后 至少会有其中一个康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康一样 再次招到Elias 再次统一时间线 再次创立TVA 结果还是一样回到原点 所以她才会说这句话 而窗外时间线 犹如神经路网 绽放出成千上万的分子 噓 你有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那是奇异博士睡觉睡到一半 脱下眼罩愤怒的大喊 LOKIN 的声音 我知道有些人想问 康不是在时间尽头吗 为什么杀了他会产生过去的时间分支 基本上康的城堡 并不是物理上存在于时间尽头 毕竟时间线是围绕在城堡旁边的那个光环 过去 现在 未来 对于不是处于神圣时间线内的人来说 都是正在发生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 如果说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 已经过了 不会再改变了 那为什么TVA有必要回到对观众来说所谓的过去抓时间饭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 之前好几个角色都说康还在编写时间的尽头 但既然时间并没有真正的尽头 康过了这么多时间之后还是写不完 就是因为他正在写的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一切 而他所谓的跨越了界线 其实就只是他还没写完的部分 这还没写出来的部分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而是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康的悲剧 一旦他接下了这个掌控宇宙命运的任务之后 等于是确保了自己永远不会有真正休息的一天 你就想像康原本在时间线之外紧紧握住时间线 裁剪过去、现在、未来产生的一切分质 现在他的手被松开了 时间线就将自然生长 讽刺的是 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洛基 都是为了制造更多痛苦以及混乱而生 洛基与Sylvie尽全力地逃离这个TVA顶下的命运 然而两人的道路最后却还是释放了千千万万的坏康 衍生更多混乱 画面切回TVA 洛基先是落了几滴眼泪 好不容易起身 看来是决心要拯救这个即将面临各种灾难的宇宙 来人给他一座暧昧奖 只见他慌张地找到B-15以及Mobius 连珠炮地跟他们说明康的真相 但是Mobius竟然一头雾水地问 Who are you? 洛基一愣 转头一看 才发现旁边的雕像已经不再是时间守护者 而是征服者康 看来洛基被传送到的分支 就是充满野心想要统治一切征服者康的时间线 但是这就不合理了 TVA既然也存在于时间空间之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最明显的解答就是 无论是在漫画还是电影里 漫威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修改时间旅行 以及多重宇宙的规则 谁知道他现在要以哪个准则来解释 不过用手上线索来推论的话 也许这传送门一开 洛基在混乱之中不只被丢到不同的时间线 而是被传送到另外一个全新的宇宙 刚才提到平行宇宙是不会互相影响 同时存在的 但是时间线可能会因为各种改变 而从一条之中产生出另一条分支 TVA属于宇宙的一部分 但是存在于宇宙之内的时间线之外 照这个逻辑 每个宇宙都有各自不同的TVA 但是不管一个宇宙里面有几条时间线 都只会对应到一个TVA 那么假设洛基是被丢到坏康 也就是征服者康的宇宙 这就合理了 因为不同宇宙 不同的TVA 但是我目前不认为这影集会搞得这么复杂 以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 我们最后看到的B15跟Mobius都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说第二季要同时让我们看到新的TVA 跟原本的TVA 会完全无法分辨 大概连诺兰都看不懂 所以说虽然有无数个TVA存在 我们看到这个有征服者康雕像的TVA 应该还是同一个TVA 不过这个TVA从头受到彻底的改变 那又要怎么解释 也许是在好康死后 坏康直接到了TVA的创始之初 从头改造 打造只有自己的雕像 让洛基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 Mobius跟B15才会不认得他 因为虽然说TVA存在于时间之外 但是他们内部还是有自己的时间概念的 毕竟我们在整个影集过程中都有听到 一个礼拜 或者我们几千年的友谊 这样的用词 所以征服者康到TVA本身的过去来改变一切 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只是单纯的把原本雕像拆掉 把所有人再洗脑一次 这出剧就此结束 王杰在这个地方一定很生气 别担心他跟汪达幻视 猎鹰与酷寒战士不一样 在片尾跑完之后 没有错 确认会有第二季 你们一定想问 那法官又跑去哪里了 我刻意留到现在才题 比较容易理解 回头看我们原版的Mobius 他想要裁剪法官却直接被打趴 法官就这样开启了传送门离开 丢下一句 我要去寻找自由意志 因为我们还有看到 时间小姐给了他一些资料 也许康早就料到Sylvie 极有可能杀死他 所以就吩咐时间小姐 把关键资料交给法官 要他试图去处理后续发展 那么法官要寻求的究竟是什么 之前好康有提到他制服了Alias 也找到方法隔离神圣时间线 驱走其他的坏康 现在Alias被洛基以及Sylvie解决了 也许是指派法官另选他法 也许他找的人就是奇异博士或是Wanda 甚至是其他的好康 不过有鉴于Rensler跟征服者康 在漫画中身为爱人的身份 他很有可能在寻找过程中遇到坏康 也就是征服者康因而误入歧途 所以说洛基对于漫威宇宙的未来 到底有什么影响 完全不用怀疑 征服者康就是下一个阶段的萨诺斯了 我们应该会在各个电影之中 看到各种不同版本康的身影 目前已经确认 蚁人与黄蜂女2会是由他作为反派 而我们之前已经在量子领域之中 看到一个神秘的城市 那个城市极有可能就是征服者康 在漫画中的城市时间之城 Chronopolis 其中有来自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不过也有鉴于征服者康如此强大 又这么早铺陈 蚁人一行人 应该是无法真正击败他 或者只能击败其中一个版本的康 而从目前各个玩具剧头来看 蜘蛛人离家日 确认会是个多重宇宙串联的电影了 前几个版本的蜘蛛人 应该就是因为Sylvie在这里 大开时间线而相遇 奇异博士2疯狂多重宇宙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奇异博士是次元守护者 洛基的整个剧情发展想必让他手忙脚乱 更何况Wanda正在寻找自己存在于另一条时间线的小孩 在过程中很有可能跟奇异博士起冲突 或许甚至Disney Plus的下一个影集 讲述与我们熟知故事发展不同的如果 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线爆炸而发生 也会牵扯到更多跟真人作品有关的故事 前几天才做了预告分析等等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到目前为止 漫威还没有正式宣布类似复仇者联盟的集结电影 我认为那应该是第五阶段的事 之后或许会宣布秘密战争 也就是两个宇宙互相冲撞 一切被毁灭 好几个不同宇宙的角色 全部挤到拼凑起来的战争世界之中的壮观故事 或许征服者康就会使所有版本的英雄 集结起来在秘密战争之中要对抗的反派 不过这些故事就等到日后再来慢慢分享 想看到更多烧脑奇异的科幻故事 现在这点画面上连接看我介绍未来的人类的故事 内部影片见 拜